在东口辉煌的俄国庄剧院 舞台上是一片星光灿烂 照亮了整个多伦多的夜空 舞台下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洋溢着节日的欢愤 台上台下乡情流动水如浇 那一刻乡去最北乡音最强 香情最浓 那一夜南望今宵是所有演员和观众共同的心声 演出节日后 总导演谢今宵哭了 宵红哭了 还有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 这是喜悦的眼泪 这是辛苦的眼泪 这是激动的泪水 更是心肺的泪水 全体的策划人员 全体的演职人员 在华人企业家的大力支持 和其新协议帮助之下 顾辞劳鼓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 就共同打造了一台空前成功的华人春晚 这样的成绩 怎么能够不让人激动万分 欢欣如我 今夜我们再次再次欢迎这一场 回顾大爷爷的欢乐与泪水 辛劳与成功 唐美真财富基督伙和河南同乡会 在这儿是想真诚地和大家说一声 您辛苦了 谢谢 请向所有在座的所有的领植员员 说一声谢谢 也向自己说一声谢谢 那么尽管呢 同乡会只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团体 但是办如此规模的大型晚会的初衷呢 还是为了活跃华人的文化市场 但落到实际操作上呢 是一定离不开 前的筹集使用分配和周转 钱呢不是万能的 然而没有钱 这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向大力之所活动的企业家朋友们 表示真心的感谢 好我们今天呢 可以说是在座的群衔臂志 由艺术家 由企业家 还有光方面面的经营人物 可以说是群衔臂志 那么共同来参加这样一个财务论坛 还有这样一个相聚相亲相亲庆宫宴 还有一个联官晚会 这样一个三合一的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呢 是由我们唐伟真俱乐部的 这个庆宫宴是独家赞助 而唐先生呢 是也是咱们这台相聚相亲相亲晚会的 发起的主要赞助人 不过呢也许有人不是特别的清楚 庞江洋是谁 因为有很多人说 庞江洋是我们说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那么它造成是怎样的反省者呢 这么说吧 在中国 哪个电视台的身体能与央视抗盘呢 在中国 我们会说央视抗盘的 这有很多大位置 说的对 那么在加拿大 哪个同乡会站出来 搞了一台这么红色生香 而且这不干得到的华人出馆 对不用说回答 广大在座的朋友都知道 应该是哪个同乡会呢 请大家说 应该是哪个同乡会呢 东南同乡会 对 湖南证相会 是咱们的湖南证相会 很好 那么在东东 又是哪个俱乐部 会 呃 站出来 独立再出一台 大型的华人出馆呢 这我知道 只有庞伟真才不变得 那么整个中国加上加拿大 又是一款 像世界级才词的这个 母神 巴菲特 叫吧 对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感想感感的 湖南人 唐伟真先生 对 是我们的 湖南人 唐伟真先生 那么 唐伟真先生究竟是谁呢 那我们俩是不是在这多说了 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呢 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 是一个信息的时代 我们今天来 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个短片 向大家来共同介绍一下 啊 我们这样一位 多多的传奇人物 唐伟真先生 从理学人教师到武团风波任务 从生物科学到证券成数 从虚拟网络揭手到现实资本大分 这些本来距离就如同中国和加拿大一般遥有的概念 被一个叫常委 政府中文艺力量联系到了一起 例如 从他迅速地任务加拿大一样 他把这些概念 也一一复长地融合到了一起 并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黄金屋的华北 他是一个中国湖南小工程队主义 一个人学大学教师 一个在美国的生物学法院学者 一个加拿大的生物学硕士 一个无论医院的生物科学家 在经历了十六年加拿大 做了一位特别嘉宾 北京并且经济保持部门 中国省有联合会议举办的领土领柳 华语经济领袖影响舆论团 及区域经济合作洽谈组委总统席 首届陪陪华人台的论坛 多着科工会主席团主席 这些药养的光环 看起来是那么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头上 这是因为他很真 以自己十几年传细的投资 我这里不在心 这些人才有单独的领土 是一个投资的领土 需要持续 不认识这个领土 熟悉全美生活的人都知道 投资理财的行业 是新秘首选热门行业之一 很多人也有自称是理财投资高家 但是做顾问的能够 做代理能够 真正像谭文庆这样亲自操盘的 去理能够 在谭先生在回国的时候 请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还有上海东方卫视最权威的财经专题的采访 此外呢 证券预报南方周末 经济观察报 中国消费者报 中国商人等 三十一家媒体也采访了谭先生 引起了中国进入市场的风洞 现在呢 我们是不是也在现场采访一下谭先生呢 好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唐伟珍先生到前面来 请大家采访一下大家的采访 谢谢 唐先生您好您好 今天真的是非常精神啊 来 谢谢大家 唐先生 这样啊 你一上来的话呢 我这就跟你来一个稍微有一点火药味的问题啊 你不要紧张 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自己也听人讲 我说唐先生呢 是咱们这个多伦多的古神 是北美华人的古神 那么也有人说是这个中国的巴菲特 那么就有人就不服了 他就说 你凭什么说 你就是中国的巴菲特 这是一个很恰奇的问题啊 这个这个巴菲特 这个就是中国巴菲特 这个这个品质买一点啊 不是我啊 首先要讲清楚 不是我自己要安的 首先从哪里来的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做这个投资 这个基金管理 我自己也不知道 后来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啊 人家说最重要的时候呢 是大千古牌 就是北美人群最旺的 这个时间最长的 这个大千古牌里面 很多人说 这就是中国的索罗斯巴菲特 更关键是 我呢 在2004年的时候 这个中国那个亚裁主裁协会 邀请巴菲特 要邀请巴菲特到中国去演讲 当时巴菲特呢 因为他太太刚出世 他没有办法去 他的 就是说专家 他的活伙人呢 就到中国去了 这个时候呢 我是唯一的一个 被他们选中的一个 哦这样子就是 喜欢了中国巴菲特的 这个名字啊 其实呢 我这句话没说完 因为怎么了 很多人说是 你不是巴菲特 因为你现在还会是最富有的 所以你不能去巴菲特 对啊 巴菲特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世界上的一个财富的象征 是世界第二首富人物 但是我觉得您 呃 感觉就是说 把这个巴菲特 跟呃 放在您的书名上 我觉得是不是主要是 从一个理念的角度去考虑的 对 他的这个巴菲特呢 家里有几个 显示的tip 就是说 第一呢 关键问题是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对吧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 稳定 就是连续稳定回报的 这样一个tip